弟兄姊妹 心灵寄予今天的主题就是 施浸若翰的信息 施浸若翰是主的先锋 祂提到几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 祂认识神的乙子就是神的羔羊 神的乙子成为人 救赎我们 第二 若翰认识 主是用圣灵帮人施浸 阿爸 主和圣灵 已经永远住在我们心里面 第三 若翰认识 主就是新郎 我们真是主的佳偶 太厉害了 主为我们作成的事 就是冲过一切的不可能 大家看看 我们看杨宏林 十四章 太太宝贵 他已经讲出新时代 十四章十五节 他说 所以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份为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要珍你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些新时代,你读新语圣经有一样很特别, 虽然既然有讲到圣灵方面, 但你读新语圣经,特别出现圣灵很多, 在地上也有讲到圣灵方面, 主先生拿着最重要的东西说过, 他真的开了眼睛, 他说看下神的羔羊, 这件事是不是大事呢? 九月, 从塞基讲到羔羊那边, 一直都是牵制那些羊, 但是, 那位来了, 这个人就是, 神日之成为的人, 就是羔羊, 是很厉害的, 一个人是羔羊, 和他被牵着, 真的太宝贵了, 而且这位是神的儿子, 约翰说他就是神的儿子, 神秘的儿子, 神秘的儿子, 神秘的儿子就成了神的羔羊。 我用《苍子记》第二十二章一套, 在神的山上為我預備, 太厲害了, 他來救助我們, 解決人幫神中間最大的問題, 就是罪的問題。 尤其是用聖靈幫人施浸, 聖靈幫人施浸, 聖靈幫人施浸, 聖靈的猜性就對了, 還說到他是新郎, 有時候聽了新郎的聲音, 就歡喜了, 聽了新郎的聲音而已, 但教會是主要辛苦, 是不是要這樣歡喜呢? 有時候他都是舊玉的人, 他講出那些東西, 一件一件, 完全是太厲害了, 他講到第一樣, 他就是神的意思, 神已經來了, 成為一個人, 是否大事呢? 大災, 這個奧美真是大, 他講到, 以為神人子成為人, 會成為我神的羔羊, 他說我會死, 我試過在那裡, 不可能, 這件事真是最不可能的, 還有他就是聖靈, 聖靈就住在悶徒心中, 父主聖就住在我裡面, 這件是不是真的太厲害的事呢? 永遠仗裡面, 而且不單在這裏, 他講到, 將我們新郎, 是不是很厲害呢? 很圓樹那樣, 竟然能夠, 他就是新郎, 搞一些新火, 我們主要是解藕, 竟然有整卷, 這麼濃縮, 這麼寶貴的雅各書, 講到, 教會幫主, 我們幫主關係, 真是太大件事, 這個仙姿, 但是我知道了, 就覺得不奇怪, 但是, 都是, 都應該實在稀奇的, 你想清楚一些, 但是如果真是很厲害的事, 主開了眼睛, 我覺得這個是真, 剛才你知道了這麼多, 你不覺得什麼, 但是實際上是很, 太過稀奇的事來的, 他夠膽講這些東西, 當時他, 可以這麼清楚地, 這樣講這些東西, 是不是嚇到人的事呢? 不過我們認識了, 或者不覺得這麼稀奇, 那些所謂不可能的東西, 就是成就了, 我們原書就幫他這樣跟進, 對達子 是水, 我是水, 你在天, 我在地, 你创造 我被造 你无限 我未笑 你我竟能有自信的暖和 竟然有这可能 各朝一切的梦幻想 但在你凡事都能 人爱你是不可能变为可能 你有识 告诉我 我是为你已被造 我是你 梦想结晶 人爱我 你永为人 你更深情无限地向我说 我是你从更顾的暖暮 为永远得着我 你愿附上一切 我愿附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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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附上一切